Hello大家好,我是妮娜,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时常外观的心酸 还有生宝宝后心态的变化 最近咱们超级自媒体网红Papi奖 关心怀孕啦 Papi奖在圣诞节前在社交平台晒了一张照片 她躺在床上,裹着被子,一脸的小幸福 却又带着小悠悠的眼神,十分的可爱 看得出她在卧床安胎的同时 也担心运气反应会影响到工作 到了妈妈后,其实变化真的很大 饮食和生活习惯什么的,那都不算事 主要是心态方便 担心,作为职场妈妈,这肯定是少不了心态 从真开眼,就要担心宝宝吃什么 去早教班嘛,奶水够不够 宝宝托管怎么安排 到每天的工作,家庭的时间,还有财务的安排 一个个光剑亮丽的背后 是很多很多妈妈的挣扎,还有艰辛 最近在一次妈妈聚会中 有人跟我说,职场不相信眼泪 更不相信妈妈的奶水 职场妈妈早就不是什么神圣的称呼 主要就是每天在紧张 慌乱,疲惫,委屈,尴尬中杀出了一条血路 然后她说,中国女性有次不信 妈妈是个散偶,保姆是个妻子 单亲家庭是个带娃,还有说话是个婚姻 这个呢,虽然她是犯开玩笑的调侃 但确实当妈妈真的不是一会儿容易的工作 这个呢,我在过去的一年深有体会 当妈妈后,从每天睁开眼第一时间就要考虑当妈妈的责任 从宝宝的吃喝拉撒睡,到生活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 工作,家庭,生活,全部都要照顾到 过去一年了,我没有睡过一个什么叫 然后最难受的就是,当工作时没有办法陪在宝宝身边 牵挂和担心 压在妈妈肩头的担子真的是太重了 一方面,妈妈要独立,要上进,要成为大女主,女强人 另一方面,要工作,家庭,两手抓,要温柔,贤惠,要独立带娃 要照顾好孩子,还要吃好家 我觉得,妈妈们必须要对世界温柔的对待 然后爸爸们也真的要调整好心态 及时地向妈妈们伸出援手,不要当传手传柜 好了,话不多说,让我们来看一看当妈姐后的电话 一则小短剧送给大家 诶,这边,这边,诶,快来,快来,我来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你当很久了吧,你等很久了 没有,没有,我也是当大夫,我也是看的 刚出门的时候,得忙着胃娃,然后给她换了个尿布 然后交代老公一些事,就耽误时间了 不好意思啊,这么久没见,还让你等 诶,你怎么,你怎么拿了这么大的一个包啊 你看我一般出门,就口红,钱包,手机,钥匙,我就出门了 你带的什么呀,这么多 诶,我以前也是这样子耶 可是当妈妈以后,诶,我跟你说,我一会儿不是要去接娃吗 那我这包里,我得给娃带东西 你看我带了纸巾,零食,还见天上了,得给娃娃带衣服 哦,还有啊,还给她带了饭了,带了零食,带了饭 吃巾,我跟你说,尿布,尿布,尿布得多带一些 你看全是尿布,把她出去玩,这么多 带完去,就这个,我没这个都不行 就给她往那一沥,她在那吃饭,你知道吗 哎,还有水杯,水杯,然后,这个是还有什么呢 哎,我又忘带了什么,我跟你说,你看,我拿这么大的包 带这么大的东西,每次出门,哎,我还是有忘带的东西 一会儿我给老公打个电话,让他给我带出来啊 啊,这样去收回去,难怪,难怪你拿的包这么大 哎,饿坏了吧,咱赶快点餐吃吧,我饿坏了 哎,我跟你说,他们家的水煮鱼可好吃的 啊,那个辣子鸡,麻辣烫的都不错 咱们以前不是最爱吃辣的吗 哎呀,我现在不能吃辣呀 我,我还在为麻烦门吃辣 我前两天吃了一点点,就一点点辣的东西 然后有一点油,我觉得饱不去上火 哦,还吃的是 我现在吃的东西可多了 咱们还是吃清淡一点吧,好不好 哦,那你现在为难的 真的不能乱吃 那,那咱就,咱就吃点清淡 不好意思,下次再吃点 哎,我怎么看你黑眼川那么重啊 你是最近没有休息好吗 我可是每天下了班回家倒床就睡 一觉到天亮呢 哎,我这黑眼川 你看我的黑眼川 我跟你说,我从怀孕的最后两个月到现在 就是整个一年多都没有休息好 因为怀孕后期就是休息不好嘛 从宝宝出生以后 我觉得宝宝出生可能会休息好的 结果宝宝出生以后到现在 我都没有睡过整觉 喂咽奶,换尿布,起咽 然后前两天他生病的时候更是每天晚上一个小时一醒 真的是,哎,我没有睡过整觉 现在已经,这个熊猫眼我已经没有办法了 你看我这么熬夜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没有黑眼圈呢 哎,你现在赶紧能多睡就多睡吧 当妈妈以后,哎,睡个整觉都是奢侈啊 我白天经常打瞌睡的 哦,那可真的是辛苦你了 这个一年了,难怪呢 这谁耗得住呀 哎,我跟你说,那么辛苦 这周末咱们出去玩吧 啊,这周末,这周末不行哎 这周末我要带宝宝去飞广去玩一下 哎,下次了,下次了 哦,对了对了,你知道吗 萌萌萌网站打折了 他们家的衣服和鞋子 当季的超级漂亮 我刚等你的时候还下一大单呢 你看你看,是吗,打折了 哎,打折了好啊 有没有卖宝洛长袖衣服的 有没有童装 这个我不知道啊,你上去看一下 哎,我想给他囤点衣服 我现在都天冷了嘛 我总觉得他的衣服有点少 哎,有没有卖玩具的 我得给他童装玩具啊 他可喜欢新玩具了 那这个我清楚了 我现在没事就上网给他买玩具 哎,我想给他买好多好多的玩具 他一玩玩具的时候可开心了呢 而且啊,也能好戴一些 哦,对了,对了 好久不见 我给你买的礼物 妈还送我礼物呀 这里是一套化妆品 我跟你说啊 哦,这么多步骤啊 哎,谢谢,谢谢 可是我晚上,我跟你说 我晚上,每天晚上准时 八点钟要给宝宝洗澡 然后陪他在浴室里面玩一会儿 然后给他擦油,擦乳液 刷牙,要给他按摩 挂衣服 喂奶,哄他睡觉 等忙完了这些呀 我根本就没有时间 没有尽力去护肤了 经常就是,哎,随便拿水就这样 洗一下就上床睡觉了 有的时候 这点时间都没有 你看我这个皮肤 天呐 哎,每况愈下呀 哇,那你牺牲也太大了吧 哎,我跟你说 哎,那个那个什么 哎,不行,不行,不能聊了 我要赶快去接娃 这不玩了 这才聊 这才聊多长时间 现在才几点呀 不行不行不行 这才几点 不能聊了 这很晚了 这很晚了 要去接宝宝呀 这很晚了 都一个小时了 我都一个小时没有看见娃了 一个小时没有看见娃 这么一会儿没见你了 但是他爸在一块儿不行的 这他爸会忘了 我也是 我也是 我也是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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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次再约 下次再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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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事 我先再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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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我走了 好好好 拜拜 拜拜 我们下次再见 哎,到妈妈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这个视频呢 送给天下的妈妈们 你们都好抱 愿天下每一个妈妈 在累的时候 都有一个温暖的怀抱 都有一个理解 她的人可以依靠 愿天下的妈妈 她们的宝宝 都健康快乐地长大 她们的付出都会有所回报 妈妈们 你们是最棒的 加油 让我们一起加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